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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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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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于是这个移动的命令 它就是有相似相通的 它就是一个选择的工具 是针对路径的选择工具 然后我们点击它 然后就会发现 它这里会出现了这个平滑点 这个平滑点的这个方向线和方向点都出现了 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挪动它 同样这里也有 这里面因为是这个曲线 它是在这里面收进来 所以它这个方向是有 但是它接下来出去之后 它是直线 其实它这里也有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 拉伸这个 这个是长度和方向都是可以调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拉伸 就是可以调 就是说如果在我们挥制的过程中 我们没有完全弃合 我们要抠图的范围也是不要紧的 因为后期用这个路径选择工具 来对它的锚点以及它的方向线 方向点进行操作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大问题 好现在我们已经把它给就是调整完毕 调整完毕 我们按Escape 那这个时候我要去除这个图层的这个这一块像素 双击的因为现在是锁定的状态 我双击就可以把它解锁 就可以在这个针对这个图是进行一个 当然养成好习惯的话我们是可以 复制一个吧 复制一个 就是杨婷一个好喜欢我们就复制一个 把它一个做一个备份 然后备份的话我们就不显示 然后就可以针对这个在这个图层上 我如何去抠这个图去除这里面的像素 那这时候我们是还是用这个小白工具 我们选择它右键 右键的话就可以建立选区 然后铝化半径为零 因为铝化半径是有一个就前面有讲过 它是有一个渐变的那个像素 隐退的那个效果 我们这里是不需要是彻底可以用零的 建立选区 我们确定这时候它就会把这个就会把路径 它就会弄成一个一个选区 选区是可以针对像素图片进行操作的 这个时候我们按住delete 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是把它抠出来了 达到了我们的要求 好现在我再返回去 那么就是说 如果再还是回到这个的话 除了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抠这个图的话 其实在路径图层 因为比如我们一直是在路径 然后会显示这个路径 工作路径的这个图层 然后我们如何在这里面 在这个面板 在路径的这个面板上进行操作呢 其实也是一样的 在这里点击一下 它也是可以的 但它也是把路径转换成这个虚线 也就是选区 选区的话就可以针对这个背景图层进行操作 我刚才是用历史记录后退了好几步 所以它这个地方还是会显示最初的前面的那个锁定的状态 我们医院是解锁 医院是做一个备份 就是养成一个好习惯 然后因为我们选区是针对像素图片 所以我们要回到图层的这个操作面板上来 选好我们要操作的这个图层 然后我现在是选在这个图层上 所以我只按Delete 这样的时候就会清空 这样这个图片就可以抠出来 在这个如果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大家都可以直接上麦发言 不会有任何影响 好下面再说一下 添加或者删除锚定 其实添加或者删除锚定的话 它其实是有两个 它是有两个不同的层面来讲 我们现在还是先回去吧 先回到我前面有路径的那个 对这里 就以这个路径纹粒的话 也就是说它被选择了 但是同样是删除 我会操作两个不同的 它会带来两种不同的结果 一种是右键 我这里选择 删除锚定 然后大家看 我现在是 先用这个小白工具 点击这个路径 我把这个锚点选择上了 就是这个平滑点选择上 它会变成一个小时星 这个时候我右键 然后 它就会出现有一个 删除锚点 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是在这个路径上 在这个路径上右键 然后 在这个锚点右键上 然后有一个删除锚点 然后点击删除锚点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 这个锚点已经去掉了 同时它这个路径有一些变化 是因为一个锚点 它我们又回去 是因为这个锚点 还有方向线和方向键 它其实是在控制这个曲线 它其实是可以把它想象成 是对它有施加一个作用力的效果 有在控制限制它 所以一旦这个锚点 这个控制点 这个施加对这个曲线 产生作用的这个点 如果我们右键点击这个 删除锚点的话 那么它失去了这个锚点 对它的控制力 那么它自然而言呢 它就会有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的话 对这个变化的话是根据情况来的 像我们刚才本身这里就是一个曲线 所以它的变化是很轻微的 当然这里面都是可以拉动 可以调整 好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 好 我们再优回去 再优回去 对 还是这个 这是一个方法 这个时候只是把这个锚点去除掉了 这现在都依然是存在 那么还有一个方法 我们选择钢笔工具 这注意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操作命令的前提 就是每一部命令和甚至它选择了 它每一部命令 它有针对的对象 和它所处的一个当下的一个 它所运用的工具是处于什么状态 如果我们处于不同的工具的话 它的右键出现的选择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你在什么 你是在什么工具 就会有相关的工具命令出现 所以我们要先确定 我们是使用钢笔工具 这个时候钢笔工具的选项栏 这里它有一个这个按钮 我们把鼠标放在这里 可以看到这个按钮 就是这个下面它是一个斜杠 上面是一个加 然后一个斜杠 下面是一个垃圾桶的一个logo 然后我们这里点击一下 它是就相当于是恢复原位 就相当于没有采取这个命令 如果我一旦要采取这个命令的话 就是点一下 它就会变灰 我们把鼠标放在上面 可以看一下它是什么命令 当位于路径上时 自动添加或删除锚点 也就是说我要启用这个命令 那我就把这个按钮 注意在它之前的前面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是选择钢笔工具 我常在这个选项栏里面把它找到 好这个时候把它点按一下 点一下 它这里快变灰 表示它采取这个 采取这个按钮的命令功能 好这个时候它显示是当位于路径上 自动删除或者添加锚点 好这个时候呢 我已经采用了这个功能命令 好我再点击一下这个锚点 它同样也是删除 那如果说我在这个路径线段上 注意是在路径线段上 我来点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鼠标 其实它右下角有一个加号 它是添加锚点 我们点击一下看看会发生什么 这时候点击一下 它就会产生一个锚点 同时还会自然来 因为它这个是在平滑的线 是在曲线的线段上 点击了这个锚点 所以它这个锚点是一个平滑点 平滑点的话 都是带有方向线和方向键的 所以它这个锚点就是左右 各有一个水平方向 有一个互相对着的一个方向线和方向点 当然这个也是可以调 当然这个也是可以调整 也是可以拖拉的 也是可以调整的 这个就是看自己的情况 好 这个是 那如果 如果是说这已有了 还是这个命令 我们还是回到这个 如果中间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上卖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共同来讨论 然后还是回到这个 高密工具 还是处在这个命令的功能按钮 它的状态下面 然后我们点击 我们还是点击它 点击这个锚点 它也是消失了 再点击一下 它也是同样有的 这就是那个添加和删除锚点 那还有一种演示 也是同样是添加删除 我现在还是用小白工具 因为我要选择锚点的话 就一定是要用选择锚点和线弹 都是属于路径 那我就要用路径的选择命令 我一般用小白 因为小白可以局部选择 我现在是点击了这个 把它调整 我们现在还是来看一下这个锚点 我现在选择它了 然后我来删除它 用什么方法删除 用Delete 或者是那个Backspace 就是退格键 然后大家看 我按了Delete 其实我也只是选择了这一个点 我按了Delete删除 它是删除了这个锚点 以及跟这个锚点左右相关联的 这一段曲线左右的线弹 它都被同时被删除掉了 同样的按Backspace 就是那个退格键 在Delete键下面 我这里的电脑键盘上 是显示在Delete下面的 同样它也是这样了 就是说同样是删除 我们前面采用的是针对锚点的删除 然后现在的Delete键和那个后退格键 它是删除了锚点 以及跟这个锚点相关相连接的左右的路径线弹 它是通通删除了 它其实就是 对 它就是他们之间的区别 就是我们大家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前面就是它是针对锚点删除 这个就是针对锚点 以及它左右相关联的 那个路径线弹来删除 就是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一个区别 其实也非常的好区分 因为上面我们前面提到了右键呢 删除锚点 它是它已经明确说了 它是删除锚点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在钢笔工具这个寻箱栏里面 这里面也把鼠标放在上面 它也明确说了 我们是当位于路径上时 是自动添加或删除锚点 它也是说它是针对锚点来添加或者删除 那如果我是用这个 当我用小白工具选择这个 这个锚点的时候 我按Delete键 那是因为这个线弹 这个锚点左右的线弹 和这个锚点已经有关联 它是进入这个锚点的话 再从这个锚点出来 所以它们是有关联 所以你按Delete键的时候 它是会默认锚点和左右的线弹 都是删除的 然后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就是为什么是这样 这是一个小白工具 我选择它 我选择的是 我没有选择锚点 因为锚点没有变实心 我选择的是这个 是因为小白工具是可以局部选择的 所以我选择是 这两个锚点之间的 这一段的曲线弹 路径曲线弹 我选择它 我再来按Delete 然后大家发现 它删除了是这一段线弹 然后我又回去 还是回复原位 那如果我是左右 我选择这一段和选择这一段 按Shift的键是可以叠加选择 注意一下 我现在是处于直接选择命令 我先选择它 已经点了一下 我在按住 我在按住Shift的键 左手按住Shift的键 我再点击右边的这个线弹 我没有点击这个锚点 注意看 我没有点击中间的这个锚点 我只是点着选择这一段 然后我把左右选择之后 它自然而远了 它就会把中间的这个锚点 自然而远了就选择上 按Delete 按Delete 那如果再做一下一个对比了 就是我选择这个线弹 这个线弹 按住Shift的键 我再隔一个 我隔一条线弹 我再选择这个线弹 然后再按Delete的键 然后发现它只是纯粹的 只是两个 两个线弹给删除掉 但是如果这两个线弹 共用一个锚点的话 他们就会把这个共用的锚点 同时连带着选择上 这也就是为什么 所以说是锚点是跟左右相关联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当我用小白工具 我选择一个 选择锚点的时候 它会自然而远的 把左右左右 这个锚点左右相关联的线弹 给附带上按Delete的键 所以它是整个的 左右线弹带锚点一起删除 这就是删除锚点要注意的一些特别的地方 它同样是删除 但是产生的效果不一样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路径转换工具 这里面有一个 对 sorry 就是除了刚才一个是用键 我们可以删除锚点 还有一个再次用这个选项栏的 这个钢笔工具选项栏 这里面有添加删除锚点 其实还有这里面 它还有专门的添加锚点工具和删除锚点工具 当我选择它的时候 它的这个就会变成添加锚点工具 就是这个钢笔加一个加号 然后选择它 然后当我点到选择的时候 它就会自动添加 同样的 那我调换一下 我用这个删除锚点工具 它也是可以这样子 一旦这个锚点被删除了 这就是可以自由点 可以自由添加锚点和 根据这个 在这个命令栏里面添加锚点和删除锚点的工具 我们再来说一下转换点工具 我现在还是优回去吧 后面要有一个私利好一些 我们现在选择 就是转换点 就是路径平滑点 像我们这个 它是有平滑点 也有这种直线的 也有这种直线的 就是说我们要如何路径平滑 曲线上的锚点是叫平滑点 像这种直线的这个点是叫角点 我们路径平滑点和角点之间 它可以相互转换 前面有说过 如果我们是那个弯度钢密工具浓化 我们是双机 我们是双机就可以 就可以解决了 是双机可以解决 它可以互相转换 然后但是有时候我们不是处在 不是处在这个弯度钢密工具 然后它有一个工具是专门的转换点工具 就是这个 就是一个小三角 小三角的一个金金头 转换点工具 如果我们一旦选择它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像特意还要采用 采用弯度钢密工具 然后再去双机它 我们就是直接一步到尾选择它 然后你直接点到谁 谁就会 不需要双机 只要单机 点到谁 谁就会就是有曲线变为 曲线点 就有那个平滑点变为角点 角点变为曲线点 我如果我是那个曲线的话 就是我双机 我担心它 它就会直接有平滑点 转换为角点 那么我的角点 我角点想要弄成平滑点 它一定要产生方向线和方向线键 有一个拉伸 所以还是它这个命令 但是它要弄成平滑 平滑点的话 它一定是要 在它这个锚点的位置上进行拉伸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个拉伸的这个方向 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如果像我刚才的那个拉伸 就它有一个扭曲的作用 但是我这样的话 它就会好一些 当然这个就是拖拉 就是拉曲 我现在只是起那个演示作用 当然它是 如果我们在这个点上 在这个角点上进行拖拉 它就会拉出一个平滑点 才有的方向线 如果我们要是 要是说想要恢复原位 点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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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由平滑点转换成角点 这就是这个工具 它的针对路径 它可以把平滑点转换成角点 角点转换成平滑点 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说 如果说我想 我想单个的去掉 单个的方向线和方向点 那么我们怎么弄呢 你这个我拉一个地方 就不要说 如果想移动这个点的话 我们就要选择这个小白工具 刚才那个是转换点工具 虽然看起来样子有一点点相似 就是一定要分清楚 我们才觉得 当下才觉得是哪一种工具 它每种工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是采用这个工具 我是可以拉伸 我把它拉伸出来 是可以让大家可以看到 更明显一点 更明显一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平滑点 是有一个方向线和方向点的 那我想单调 只想去掉单个方向线 方向点 那这个时候其实 你想去掉一个 当个比如说我要去掉这个 方向线和方向点 这是方向点 这个线是方向线 这是方向点 这是方向线 那我这边我要保留 我该如何做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用这个转换点命令 因为转换的话 就是把那个带方向线的平滑点 转换为脚点 其实也就相当于是 某种意义上说 可以是拽除 拽除方向线 因为只有平滑点 才有方向线和那个点 方向点 那么我们把它转换成脚点 脚点是没有的 其实也就是某种意义上说 可以说是拽除了方向线和方向点 那我还是采用这个 转换点的命令 但是我只想要弄一个 另外一个保留 这个时候我们左手按住 键盘上的alt键 按住不要放 好 然后我们的鼠标 左键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位置 点一下 哦 它这边就取消掉了 再点一下 再点一下 就是要注意一下的话 再用回去吧 就是要注意一下区别 就是我按住alt键 我在第一下的时候 我是我点第一下的时候 我去当个的时候 我是要按住alt键 点一下 好 那我还去到这个的时候 我是再点一下 但是这个时候 不需要按住alt键的 因为当下只剩一个的 然后你又是一个转换的命令 那你点一下它自然它没得选择 它只有这个可以转换 点一下它就会把 把这个方向向方向点去掉 然后这样它就会转换成 由平滑点转换成脚点 如果我要把它弄成 恢复平滑点的话 那就是在这个脚点上 进行拖拉 就是拉伸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又回去 刚才只是势力 那刚才前面也说了 我只想保留一个 那我刚才已经 已经两个都酸了 那我刚才是想要 想要这个是吧 好 那我这个时候 还是用这个转换点命令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说了 那个方向线和方向点 它是有那个平滑点 它是在脚点是拖拉了 这个时候我们是 左手按住alt键 左手按住alt键不要放 然后右手这个 我们就用这个转换点命令 在这个锚点上进行拖拉 向右拖拉 好 然后两个 拖拉之后 然后再放 就会只有一个单个了 同理也是如此 就是说那是如果 我也想要改变 他们之间的这个角度 不要水平对着的话 其实就是可以直接用这个命令 直接在来的基础上进行拉 这个时候不需要什么键盘键配合 直接用这个转换点工具 它直接进行拉 就可以 比如说我在示范一下 我现在拖拉一个 我现在拖拉一个 我现在是 还是这个命令 先把它调出来 再点一下就出来 用这个角力命令 我只想改变其中一个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转换点命令 然后不需要键盘键 这个时候就直接用它点拉 它就可以拖拉了 它奥特键 它这个转换点 它其实就是直接的 可以控制方向线和方向点 单个的进行控制 如果我们只是在 在这个角点技术上 直接向外拖拉 它现在是默认是一个水平的 相对的方向线和方向点 但是如果你想改变的话 你就直接点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删除的话 你就按住 你想删除一个和保留另外一个的话 可以先把它都删除掉 那就是直接点一下 会复成角力 那都没有了 同时你想要哪一个方向保留的话 你就可以拉 拉一个 刚才是这个方向 我现在还是奥特键 再拉 这个都是可以调整的 这就是配合 这个转换点配合奥特键的一些操作作用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一个地质型 地质型就是 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 拖拉方向线 方向点的方向 和路径走向顺序问题 以这个路径为例的话 我们绘制一个 现在有一个 画了一个字母地 字母地的话 我们现在框选它 然后它是 因为这是直线 然后这边是曲线 曲线的话 它是出来有一个 已经是有一个相切的方向线了 然后在这个曲线 在收尾这个锚点上 它这一段 这个锚点从这里出来 相当于也是一个曲线 所以它这里也是有一个方向线 来与这个曲线相切了 那这个时候呢 那如果我是用刚才的这个 转换点工具 这这里掉啊 我点一下 其实就是相当于是说 要把这个曲线 给转换成那个脚点 那这个时候我要把它恢复原样 那我就是要拉伸 拉伸的话 拉伸的话 那注意一下 我还是按住order键 因为那按住order键的话 采用这个转换点命令 是可以拉伸单个的 那我是拉的方向不一样的话 它常见结果也是不一样 又是像这里 它这个曲线是资源 就是顺着它相切 好 我又回去 那如果我还是按住order键 我往这边拉 你看不一样的 它这边的就是这个一个向左来和向右来 它的那个曲线的走向都是不一样的 它相当于是这边好像就是被拧过去了那种感觉 被拧过去的感觉 那放这边来就好了 放这边就这样被拧过去 它其实是跟这个路径的一个方向和路径走向顺序相关的 就是大家在操作可以多多体会这种 这种他们之间的一个相关性 它这个你方向不一样的话 它拉伸出来的结果也是不一样 这就是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地方一些微信的小微信的点 同样我还是用这个命这样一手 那如果我是一拉的话 我现在是没有配合键盘键 它是拉是默认是两个都有 好 又回去 如果要单拉一定按住order键 前提条件是我是在转换点工具这里 order键是单拉 这个时候也要是这个 这个要关心 这个要关心 这个我电话没拉好 上去一个吧 OK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晚上 对时间已经到了 然后我们今天晚上的练习 就到此 我们下几课再继续 感恩诸位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停止观想翻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